這個 這個是 正式高筋 我們要做貓耳朵 我們先把它揉成 把貓耳朵的 這個麵團 揉成 揉成一個麵團 我們要 用力的把它 做成條 做成條 好 以後呢 你要不要 你要來 你要讓我 不要 你要多少口 卡鋰朵 然後 這個 還有 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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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我先弄一口給你們看 就是說你把它整形 整形以後用刀子切塊 切塊以後這樣子 然後就在熱水上 必用大拇指再手心畫一個 大概是0.5的這個 這樣就小貝殼了 對 對 會了嗎 對 就這樣子 這個貓耳朵的部分 我們就是 螺成一個圓圈以後 在你的掌心 0.5的高度 1公分的直徑 然後在你的掌心中 用你大拇指的力量畫過去 然後你就可以做成貓耳朵 那這樣子就可以像義大利麵 貓耳朵做出來的樣子這個樣子 我們放進去滾水裡面 好 來滾水 筷子撈一下 筷子撈一下 那我們的貓耳朵 大概也是用沸水 煮 加兩碗的 就是說分別 煮沸了以後再加一碗水 然後再煮沸 然後再等它一分鐘後再加一碗水 分別加了三次的冷水以後 就可以 大概就可以了 那這個做得漂亮就會像是義大利麵 這樣這是貓耳朵的成品 謝謝